怕会生小孩 会说啥 怕会生小孩 没听懂 生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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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越来越冷了 天经狮子头跳河的大爷 也慢慢的在减少 这种天气想要下河洗澡 越来越需要勇气了 冷水浴 还好身体还能适应 挺舒服 今天上游应该是饭炸了 水里面有很多的水草 水波足流 有好多的这个 这个是辐寿罗吗 我不知道 还有好多这种小的螺丝 这个是紧一点 炒着吃应该不错 今天做抗寒运动的这条河 叫做蒸河 它是香江中游 一条比较大的支流 今天上午起来不下雨了 刚才去下面的河里面 蒸河里面做了一下抗寒运动 我现在的位置呢 还是在湖南的衡阳线 今天还是计划往香糖方向骑行 不走国道 走信道跟香道 今天的天气也是阴冷 起到了一个镇子 叫做渣江镇 在这个镇里面早点吃的 吃个东西再往前走 遍民早餐店 到这里吃个饭再走 看一看 油豆腐 油豆腐 油蛋粉 肉蛋粉 肉蛋粉 可以 肉蛋粉8块是吧 可以 米粉是这个镇子的特色 老板给我推荐了这个肉蛋粉 哇 好的 谢谢 嗯 谢谢 咱们这个镇子是叫渣江镇 对对对 这个是渣江镇 哦 特产就是米粉 对 渣江特产米粉 好 谢谢 谢谢 看一下肉蛋粉 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鸡蛋肉做的粉 尝一下 我感觉这个米粉 更有嚼劲一点 有点Q弹 看我咬着拉着扯 就是有嚼劲的感觉 就是有嚼劲的感觉 里面放了鸡蛋跟鲜肉 好吃吗 好吃好吃 好吃啊 对 真的非常的家常 我把汤都给喝光了 太好吃了 您就是在做米粉是吧 对 放北京了 啊 录视频 对 记录生活 对 看一下 看它 嘿嘿嘿 看一下 这是在做 这是 扎林米粉 花椒米粉 花椒米粉 用米粉 是紫色 看看这个米粉 你们一天能做多少 一天能做多少米粉 一天我们在这晒 在这晒是吧 晒出来的 现在那是 一天能做的都可以做到一千斤 一千斤 对一千斤米 这个要晒多久 这个要晒干 晒干 晒干就装到袋子里面卖是吧 对 哈哈哈 他两个一起 他很生小孩 会说啥 他很生小孩啊 还有我还说 没听到 哈哈哈 他生儿子 哦还生儿子 这就是我儿子 哈哈哈 他里面 里面就是我 哦 哈哈哈 你们是乖饭啊 我是南法人 我从云南过来的 在云南过来的 对对对 啊 你云南什么地方 取近 取近啊 嗯 呵呵 哈哈哈 你们弄吧 我骑车了 嗯 好好 谢谢啊 没事 谢谢你们啊 那这里买什么 骑自行车 不卖东西 啊 不卖东西 就骑自行车 穷游 你也得爱对 去 对 去东北 爱动去 哦呦 哈哈哈 山顶门口都放着 扎家米粉在卖 那边也是在做米粉 这边的房屋 镜射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屋顶基本用的都是瓦片 吃完饭出来 没走多眼 扎胎了 我已经 好久没有扎胎了 看一下我这个前轮 有很多细小的裂缝了 让单车也睡个觉 然后把这个拆开 看一下是哪坏了 上一次扎胎 还是在上一次 忘了啥时候了 这个胎好久没扎了 这是被什么扎的 有这么大一个口子 是不是被玻璃划了一下 车胎补好了 继续出发 我这个头发 看着很暴躁 要不要把它理了 这样子 我其实不喜欢长头发 我只是 从来没养过长头发 想把自己的头发养长一点 看看养长发是什么样子 我其实不喜欢长头发 这里有一个工厂 工厂里面的烟冲在冒着巨烟 这应该是一个陶瓷厂 因为这上面写的阳关陶瓷 阳关古剑 看一下这边的地里面都种了什么 这个是辣椒 这辣椒长得好丑啊 这个是萝卜 萝卜我还是能认得的 青菜 这个 这个就是 菜籽油 就是用这个种出来的 油菜花 湖南这边它是在水田里面种这个油菜 所以它都挖了沟一条一条的 这个沟应该是为了排水的 在我们云南那边种就不需要挖沟 直接一排的铺过去就行了 我觉得他们这边的油菜种的比较早 这才几月费啊 那油菜花都长那么高了 这才几月费啊 那油菜花都长那么高了 一辆车都没有 没有车我骑的也挺舒服的 听着音乐 骑着车 下雨了 下雨了 在路边 避回雨 雨也不停啊 我就坐在这休息一会 这里是一个炸油厂 师傅们正在炸油 现在他们这边的翻译我基本就听不懂了 很难听懂 这就算比较好的油了对吧 对这个裙子油 这个油蛮香的 看看这油银色非常好看 对 这壶得多卖多少钱 这壶一百块 一百块 在这家令油这里做了可能有 两三个小时吧 这会还在下雨 但是现在雨不大了 我赶紧往前再骑一点 骑到前面去找个镇子 找住的地方 东湖镇还有七公里 骑到东湖镇去 山津阴茫茫茫的 看着非常漂亮 这个地方是个镇子 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叫做马记镇 今天是周五 学生们翻假 前两天在永州的时候他们讲话讲话 我还能大概听懂 现在到了恒山县 现在已经是进入恒山县区了 他们讲话 基本上听不懂 很努力很努力的听 但是太难听懂了 东湖镇到了 他这盖房子用竹子单搅手架 第一次见 东湖农茂市场 我感觉这个地方应该可以扎檐 这写的什么 医疗保险 静万家 政府关爱你我他 你好 这个市场是每天都有吗 还是 没有 没有 感激在有 感激是周几 逢五逢十 逢五逢十是吧 今天十三到明天 后天 后天才有 好谢谢你 这个市场是逢五逢十的 那我今天可以在这 因为外面在下雨 所以说还是找这种棚子扎营 要舒服一点 看着还可以 这片区域是东湖的新区 旧区还要往里走 我这回还没菜 我先进去 里面旧区去买点菜 然后 再旧区看看 如果旧区合适扎营的 我就不出来了 如果没有合适扎营的地方 我再回来这里 这个农贸市场 我觉得挺不错的 东湖镇CBD 应该是这个位置了 横山农业银行 这不是有超市吗 好又多 生活超市 超市里面买点菜 好滑 欢迎光临 看一下这个超市 看一下这个超市 就一层 在一个镇子上算大的了 清新蔬果 直奔这个区域 买菜 九三美人 张撒米 看着不错 三块四毛八一点 买点吧 我米就吃完了 有散 够了够了 只有排骨了吗 没有没有猪肉啊 没有猪肉啊 猪肉卖完了 鸭呢 买了饼鸭就要搞个红烧鸭了 放啥也太大了 没多大了 买你排骨啊 排骨多钱一件 18块8 18块8 我就要一顿就行了 我就吃一顿的 这太多了 给我一根 一根应该就够了 嗯 我骑单车 骑单车 骑单车 骑单车的 吃不了太多 要不你赶这一点去了 我没到 你可以帮我砍小是吧 可以啊 可以是吧 那就 这顶 可以 好 砍一下啊 好好好 不错 好 可以吧 可以可以非常完美 买个萝卜去炖一下就行了吧 对 有萝卜啊 好 一间多一点是吧 15块 没有一间 没有一间 好的 谢谢啊 15块7毛 买个萝卜呗 是吧 就买个萝卜就行了 一个萝卜炖个排骨 多少钱一个萝卜 哈哈 一块五 一块五 还行 嗯 再买个牙膏 我牙膏用完了 8块8 140克 30块5毛 好了 谢谢 天黑的好快呀 我就买个菜可能十分钟的样子 出来之后感觉天马上就要黑了 现在还是回那个菜市场去去那边扎营 我现在又回到了这个菜市场 现在我先把帐篷搭起来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位置搭帐篷了 感觉非常的不错